长翼带着云和回到海底之后,原先海底众生并不知道这件事。云和隆起的肚子自是瞒不住,他也没有想过要瞒。这是长翼世子的孩子,这件事对于其他骄人来说十分惊喜,海底已经很久没有新生命的降生了。 云和一回到海底,本以为会很无趣,没想到每日前来探望他的骄人不少,既然是探望就肯定不会空手前来。不是带了好吃的,就是带了好玩的。甚至连稀有的珠宝都送给他,让他好好休息,照顾好自己和腹中孩子。 云和一边吃着食物,一边问长翼,长翼,海底很久没有小生命降生了吗?云和并不懂海底的事情,他只负责吃喝玩乐,日子过得无比逍遥自在。 长翼恩了一声,也不算久,也就几百年吧。云和亚裔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,重复着他的话,也就几百年。 只不过,他的语气里带着深深的疑问,长翼已经见怪不怪这种事情了。 对啊,骄人本就和人类不同,骄人一族血脉稀有,很难有孕。 当初我父亲和我母亲成亲百年之后,才有的我。 云和看看他又看看自己,那我们是不是算快的了? 他如果没有记错,自己并没有等上很久,就顺利有了云宝宝。 不快,我们不算快,成亲了这么久,如果没有这么多的纷纷扰扰,我想我们的云宝宝应该都能上天入地了。 长翼笑着看着云和,当初那些痛彻心扉的离别,如今倒是可以用这般坦然的语气说出来了,一切的不好都过去了。 他想要的幸福正在一点点降临。 上天入地,那不应该是龙吗? 我们的云宝宝顶多能从海底游到海面,然后把这里搅闹得天翻地覆。 云和想着质子大多顽劣,又继续说道,以后孩子要是太过顽劣,我肯定要好好教训他们。 他一服郁郁郁郁式的表情,看得长翼忍俊不禁。 云和察觉到他似乎不是很相信自己的话,你不相信? 长翼连忙点头,相信,相信,以后孩子就归你管教了。 云和推了推他,你想得美,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,你也要管教,我可不要一个人唱白脸。 长翼顺势讨好道,那不如这样,我们一起管教,但是对方在管教的时候,对方不可干涉。 云和的笑意加深,一言为定。 我现在一想到,以后我们身后跟着两个孩子,就觉得说不出来的幸福。 这世间比这更幸福的事,大约就是,长翼也能懂他的幸福,他出为人母,他出为人父,两人摸索着前进,他们都是懂得珍惜的人,所以才更能感受这种一心一意,同他而眠是前世修来的福分。 人在幸福面前,是该有敬畏之心的。 云和静静靠在长翼的怀里,忽然他仰起头,盯着他的下巴。 长翼,他轻声换着他的名字,因着这一声油丝撒娇的低吟,让这原本温馨的画面添了几分疑泥。 长翼心里某根紧绷着的弦,无声地断了。 他低眸,两人的视线撞在了一起,彼此的眼神中有着比海水还要深的情谊,怎么忘都忘得到底。 云和拥着他,轻声问道,我自怀孕以来,是不是比以前难看了? 长翼的手在他后背,扶了扶,怎么会难看? 云和碰了碰他的下巴,你很久没有像现在这样抱我了。 女人是需要拥抱,需要甜言蜜语的,这些都是滋润他们的肥料。 他这么说着,长翼这才察觉自己的粗心,我怕压倒孩子。 不会的,洛洛说不会的。 云和的话,让长翼顺时明白他的意思。 毕竟从洛洛口中,也说不出什么嘛,委婉含蓄的话来。 他的爱是有前程在里面的,教人这一生只会有一个伴侣。 他的眼里沾了水汽,格外的精亮。 这样盯着他,长翼嘴角忍不住上扬,凑到他耳畔说道,别这样看我,我会忍不住。 在某些方面,他深知自己的自制力实在不怎样。 云和用手挠了挠他的喉结,心满意足地笑了笑。 他并不是故意撩他,而是想要他的拥抱。